大宝 快找出带绿色尾巴的黑暗魔王 是三号 停 三号是小雪 错误 零分 老师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什么都看不过了 这次我才是七号 停 错误 七号是带红色尾巴的熊妹 大宝零分 老师 我来了 熊妹 你找出带黄色尾巴的自己 我 黄色尾巴的我 好吧 我找 我找 小朋友们 你也跟我一起找吧 找到了 就把十号告诉我 熊妹 找到了吗 但是我看到了 十二号 没错 熊妹一百分 太好了 老师 这次搞什么呀 电魔王 你要在这么多的人鱼背影中 找到我想要的 好 老师 你想要什么 我要你找到带黄色尾巴的自己 黄色尾巴的自己 好 老师你等一下 我看一看 这么快的速度 我怎么可能看到啊 有了 电魔王 你快 魔法停 嘿嘿 时间在停了 这下我肯定是慢分了 哦 原来是五号啊 魔法解除 快点 老师 我知道了 是五号 不错 给你一百分 耶 老师 我走了 等一下 眼睛老师 有人作弊 作弊 谁呀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没看到没看到 是黑暗魔王 完了 好啊你黑暗魔王 我说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找到了 一百分我收回 给你负一千分 这个黑暗木猫 这么简单的题目都要作弊 什么 简单 希娜 你要不要也来考一局 好啊 我来 好 我变换一下位置 变 好了希娜 你要找到戴蓝色尾巴的小雪 好 没问题 我看到了 是三号 停 三号是熊妹 不是小雪 我不服 再来 好啊 这次你找出穿橙色尾巴的熊妹 这次我可不要再答错了 我要好好看看 哈哈 看到了 是四号 停 好 那也给你一百分 耶 最后一位 小雪 小雪 我来了老师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小雪 你怎么戴上眼镜了 这是爸爸妈妈专门让我戴上的 说可以帮我考一百分 好 那你猜吧 变 猜猜这里面有几个黑暗木猫 啊 老师题目怎么编了 不是找出你要找的人吗 老师知道你是个学霸 所以给你这个题 当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了 小雪 你快找出这里面有几个黑暗木猫吧 要是答对了 我就给你一百分 好吧 老师 这肯定是太难了 一 二 三 四 哎呀 不对 重现了 一 二 三 太难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这上面一共有几个黑暗木猫吗 你们也来猜一猜吧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